我家有明星 出名的音乐制作人 来自英皇心意的副总裁 包花茶先生欢迎 职业规划师斯敏女士欢迎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我家明星亮相 秋凯原本是一名公司白马 32岁的他爱唱爱跳 却被相声撞了一下腰 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掌声有请 我家明星秋凯 欢迎欢迎欢迎 告诉我们你的梦想究竟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跟对面的李老师学习相声 谢谢 好 为什么会想到要学相声 因为之前我就本身特别喜欢听相声 然后在那个春节就是晚会上听过 然后李老师跟吴老师合纵的相声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但是对有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基础吗 就完全零基础 对对对 那你就是喜欢相声 或者说想学相声 有没有就是受到家里这个人的影响 有肯定 那受谁的影响呢 快告诉大家 我老公方清平 谢谢 老公是方清平 那为什么想学相声要跟李伟健学 那我觉得这有点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就是他说的是单口嘛 然后那个本身要我跟他学的话就他脾气本来就比较急 然后就是他没有耐心嘛 然后有时候就是他说单口有跟他没法对 所以等于说就是啊 我比较喜欢还是李老师的相声 但是说对口相声的多了 你为什么单喜欢他呢 因为李老师长得比较喜性 跟我 哈哈哈哈 我们这里也有照片 啊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哎你看你看 这是模仿的这个 模仿的这样的一个相声的状态 你看老太太的这种状态 西瓜太郎头是吧 这叫 球凯刚才是没好意思 特别有喜感 对很有喜感 四里还跟我们说是因为这个 李伟健说相声的时候吧 特别爱演这个女性的角色 演老太太演得特别像 对因为我觉得李老师扮演的就是很 微妙微妙 神似 然后行眼 似 不是李伟健你为什么那么喜欢 就是在自己的相声作品里 要要转换一下自己的一个角色呢 那我演了那么多的角色 大家可能留下的印象不是特别深 但是都非常喜爱我演的老太太 哈哈哈哈 就是不管多大年龄的人 包括一个小朋友 一看见我 哎 你演我老太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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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究竟方清平有没有听到过妻子想要学相声这样的一个愿望 而且方清平如果知道 自己的妻子 想跟李伟健却向上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急了 肯定急了 来吧 掌声有请方清平 好男人 不会让心爱的女人 生一点点生 却不会像个风格 要期待 您贵姓 这有点太假了 一上来 您贵姓 在台上不熟 姓李 姓李 李伟健 真的 方清平 听到自己的爱人说 想要学相声的时候 你是什么心情 想要学相声 我觉得这是好事吧 反正就是我误人子弟了 因为他跟我在一块生活 肯定是受我影响 肯定是你的熏陶 是有直接的 因为我在家 对啊 我在家练相声什么的 老让他帮着我把宝关啊 帮着我看看词啊 结果一下让我给带上路了 你只能说你经常在家里 没事就熏人家 对 就给掏出来了 不是 关键是 我觉得最重点的一个是 秋凯说了说 你没法教他 我没法教他 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嘛 我们家里的和尚估计不行 在相声这门当中哈 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就说媳妇就不能自己教 相声这门好像就没有说 媳妇跟老公学相声的 这么一说 对对对 但我知道就是在这门当中 比如说自己的孩子 可以 自己是不教的 对 因为他自己的孩子 不能够说拜 比如说李伟健要是我的孩子 对 他要拜师就得拜别人 就是这样 你刚才讲了 方婷婷 平时在家的时候 你也会说一些段子 然后让妻子帮你把把关 对 你们俩有没有在家 真的磨合过一个段子 有 我的段子 很多词他能说上来 就是他能背下来是吗 对 那今天能不能跟我们来一段 让我们心 夫妻合作首次上市 对对对 也行 哪段 有一个是快板 他我老练 他对我那快板挺感兴趣 我们俩可以试着和和 好 来 掌声要紧 千万别出错啊 别跟我丢脸 真的 老人说 拜李老师 拜李 别就是 拜李老师 你爱怎么丢脸就怎么丢脸 反正跟了别人呢 跟我就没关系了 我现在来了啊 书九寒天 冷风搜 转年春打六九头 正月十五龙灯会 有一对狮子滚绣球 三月三 王不娘娘弹头会 大闹天宫 孙侯就把那仙桃偷 五月初五端阳日 许仙脖蛇不到头 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 牛郎之女泪交流 八月十五云折月 月宫里的嫦娥犯了忧愁 要说愁 要说愁 对 要说愁 净说愁 净说愁 您听我就唱段 二十八愁 没有十八愁这段 咱俩不唱这段 刚才这段不算啊 这一会儿给剪了 不能播 这给李伟健揪脸了 不行 来 您说我揍 我就揍 闲来没事 溜溜我的舌头 说出前门 走不远 剪了根干棒 别边杆 是干棒 别边杆 不是干棒 不必别边杆 说出前门 走六趟 剪了根边杆 别干棒 是边杆 别干棒 不是边杆 不必别干棒 说出前门 走齐步 剪了块鸡皮 补皮裤 是鸡皮 补皮裤 不是鸡皮 不必补我的破皮裤 我要老唱这个 他马上就手刮了 就把我给累死了 然后你就该阶段 我教你那段了 您说我揍 我就揍 闲来没事 对了我的舌头 说闲来没事 一二出城西 树木狼林有高低 一二三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 六五四三二一 五四三二一 四三二一三二一 二二一 一个一 数来数去一棵树 一棵树上七个枝 七个枝 接了七样果 接的是 冰子橙子橘子 橘子四子 李子栗子梨 我比他快 李老师 我看出来了 秋凯是真没法跟方清平学 是不是 但我觉得这段很精彩 然后我还发现一点 方清平啊 我很少看到你在台上乐 对 卖艺不卖笑 今天你饿了 嗯 我实在是 我这是苦恼人的笑 哈哈 来听听我们这个 助理团的各位的说法 来 李卫健 我最深的体会是 如果没有方清平搅和 秋凯会唱得非常好 谢谢李老师 你看 令差一座庙 不损一座婚 你这样吧 你能不能自己再来一遍 自己再来一遍 来 我给你 试一下 试一下 你就说那个 试一下 123321 我不张嘴 你这 123321 1234567 7654321 654321 54321 4321 321 一个一 一棵树上七个枝 七个枝上 接七样果 接的是 冰子橙子橘子 橘子式子 李子栗子 李 包括 我特想问秋凯啊 你的相声学了多久了 多长时间了 学了有半年吧 受他在家里熏焘这种 那你这学了多少年了 刚才说这个 这真是熏出来的 这没有具体的 说多长时间 反正就有时候 他会在家打快板的时候 我就一直听 但我没有跟他学过 就是他也没有这么教过 我就听他说 然后我就自己就会了 自学成 自学的啊 刚才那个 方清明老师在这 打那个打快板的时候 使劲给你摇 让你跟着节奏走啊 你那个气口 完全不跟着节奏啊 对 我们俩黑不爱谁吧 实际上这个 也跟唱歌似的 唱歌它也是跟着节奏走嘛 它是有一个气口的 对 你觉得节奏感上 稍微有一点点问题是吧 不是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有很大的问题 好 好 来我们听斯敏 有一点我很好奇啊 我在你的眼神中 看到的不是相声的感觉 而是看到那种 小夫妻的甜蜜的感觉 你看秋凯的笑容 笑的哇 终于能够站在台上 跟老公说相声了 这种感觉也蛮好的 是不是啊 也不是 因为经常他在家 因为他要是教我相声的时候 就是比较会急 他没有耐心嘛 然后为什么说 让我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跟李老师学相声 李老师还不如我呢 放脚 李老师长给你 是不是一个喜笑 李美剑 说你长得喜笑的人 多不多啊 还真是不少 但是像这个 球凯这么年轻 漂亮的女孩 好像说的极少 哎呀 这还是挺受用的就是 所以今天让我坐在这儿 觉得有一种 前所未有的兴奋 谢谢 斯敏 我听说球凯是白领嘛 在公司做什么样的工作 人力资源 哇 人力资源的人能说相声 人力资源 基本上都管培训的 是不是 对 都有四个模块 四个板块 对啊 我觉得 哎那你对你自己的 未来说相声的职业规划 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觉得首先要是今天 李老师能说我这个徒弟 我就觉得我是 迈开了这个第一步 然后后面呢 就没想太多 就是他的事 先跟老师学相声 先把对基础打好 你说你是一个白领 然后公司做人力资源的工作 怎么会跟一个相声演员 方清平认识 然后在过程中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很好奇 你现在还这么喜欢 拿上相声了 他问问你这鲜花 怎么插在牛份上 你告诉他怎么插的 因为之前就是 比较喜欢用相声 然后正好有一个契机 就是李老师 就是李增瑞李老师 不是李伟健李老师 然后对 他的爱人 就是张阿姨这样子 然后就是介绍 就李增瑞老师的 这个媳妇 他为什么会撮合你们俩呢 是有原因的吗 因为他退休了 也没事干 是张阿姨跟李特熟啊 还是跟谁 都熟 因为我们都是那一片的邻居 多远的距离 我打板他们家就睡不着 哦 当时介绍的时候 你知道他吗 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不知道 因为当时那个婶说的时候 没有说他是那个相声演员 因为那个 对 怕他不见了 对对对 确实 你一开始很抵触吗 为什么 你喜欢听相声啊 但是当时就是家庭 就是是那种传统的家庭嘛 然后都是那种朝九晚五 然后就觉得 就觉得他这个 就是说相声 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然后当时可能也会觉得说 可能就是婶觉得会说 你这个家庭背景 肯定是也要找一个 他实施的那种 就也是朝九晚五 生活会被规律的那种 对对对对 所以呢 当时是就跟我说 说那个 他有单位 然后是个编剧 然后写东西的 然后那种 我说哦 我说那行 说有正经单位 退休之后 那我退休 对 没有没有 这倒是能够理解 作为老一辈的人来说 总觉得这比较安稳 对 踏实嘛 关键是踏实 对对对 那你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还记得吗 记得 第一次见面 是在某某咖啡厅吧 就见面 我还花了是八十多块吧 有生以来 第一次花这么些钱喝水 你对这秋海的 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就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们俩能聊得来 因为他也是那种 生产在北京的那些 北京的胡同里头 那些孩子 我小时候呢 也是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 而且我们小时候吧 都是南城 在陶仁亭一带活动 所以聊的这些话题 都能聊到一块去 就是没有陌生感 两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 环境很相似 都一样 你看越聊越近 越聊越近就 聊到一块了 对 那就是结了婚之后啊 这个你听这个方清平的作品 哪一段是你比较喜欢的 格外的钟爱的 那就是那个学生时代 是 那之前就是 大家也都就是在媒体上 或者在节目里面 说过这段吗 没有没有 没有 首次上市 首次真的是首次 好吧 他从来没说过 那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欣赏 这一段 我的学生时代 我叫方清平 最近呢 我在咱们北京台呀 做了一个脱口秀的栏目 叫脱口而出 来的时候呢 我坐地铁 那观众认出我来了 哎呦 你不是在电视上脱那个吗 好好 一脱成名 吓得 我说我那是脱口秀 我找一枚人家坐那了 太累了 睡着了 我睡觉啊 有一毛病 还张着嘴 等我睡醒了 我发现我这嘴合不上了 我从嘴里掏出好多东西来 有这饼干 有煎饼 有钥匙链 有打火机 都是我的粉丝送给我的 一想我方清平啊 能混到现在不容易 上小学之后啊 我学习成绩 一直不好 那个语文 填控题 我都不会 填控题有说 高山对大海说 你是如此的宽广 如此的浩瀚 大海对高山说 我填的是 谢谢夸奖 他就填那个诗 上一句是 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填的是 安能辩我 是雄词 我学习成绩不好 我是最后一批 入的少先队 跟我一块入队的 有一胖丫头 他呢 六年小学 蹲了五回班 估队那年是二十一 是二十二的 也不是 一般的孩子 戴那个红领巾 前头都是两个飘蛋 他戴红领巾呢 前头一揪 我们老师很激动 跟我们俩说 今天是你们俩 大喜的日子 老师 我不想跟他结婚 后来上了这个中学了 上中学 我最怕的就是考试 我经常梦见自己在考试 一害怕吓醒了 醒了一看 果然在考试 那时候最怕的就是高考 高考之前 上清华池洗个澡 为什么呀 为的是能考上清华 现在这孩子也是 除吉利嘛 您知道今年高考 为什么是六月七号八号 您知道吗 不知道了吧 六七八录取吧 我们后来就上了大学了 那时候老师一提问呢 也想不起来同学叫什么 直接就点名 光头 你说 我就得答题 老答不上来 老挨说 后来呢 来了一个代课老师 他呢 看着这个花名册 让同学回答问题 这下我踏实了 他不会再叫光头了 你看 方清平回答 你说我多倒霉 看着花名册 也叫到我 没辙了 我在底下呀 我不出声 我也不站起来 反正老师也不知道谁叫方清平 我在底下 老师叫方清平 方清平来不来啊 方清平没来啊 那光头 你来回答 您说有我这么倒霉的吗 我站起来了 老师 我不会 你看看你 没好好听讲吧 放学之后啊 到我的办公室 我给你补课 对了 叫方清平一块去 麻烦了就想 现在方清平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应该说 主持节目好像也是越来越多 他主持节目 你去的最多的是哪种 哪种类型的场合 一般就是那种婚礼 他有时候会做这种婚礼的主持 那方清平经常去给别人主持婚礼了 那你们俩人这婚礼究竟是谁主持的呀 这个我得跟那个李老师 还要在座观众给透露一下 就是他主持这么多次的那个婚礼 但是确实我们俩的婚礼还没办呢 就我得让大家跟你老师评评理嘛 这个我借着他这话头说吧 因为说老实话 我今天坐在这儿都觉得有点惊讶 因为我跟清平的关系应该说还算不错 我没有听他从他嘴里说他结婚了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在公众场合 看见邱凯 谢谢 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好姑娘怎么会嫁给他 所有的女孩子都会盼望有一个 不用特别盛大 但是一定要特别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婚礼 为什么不办婚礼呢 不办婚礼 首先说现在弄一顿饭也不便宜 你不知道他去了随多少份的 你不可能给人规定 说你必须得随多少钱才来 我插一句嘴 我问问一般小方你去参加别人的婚礼 你随多少钱份的 不一样 一般现在是一般是一千块钱嘛 就是好点的就是关系两千 那这个邱凯你有没有跟方清平沟通过 你说我真的特别特别期待着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特别期望有一个婚礼 你跟他沟通过吗 说过 他什么反应 他就是不同意是吗 他就是嫌麻烦 然后他就老觉得说他这么大了 然后之前就是老给人家主持婚礼嘛 老在台上这种说什么的 然后他觉得如果到自己婚礼上 还是这种的话 他就觉得特别累就觉得 我们现场不是好几位吗 我们的助力团也帮你说一首好不好 咱们听听话 来 四名四名 我觉得邱凯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就是 作为一个女人啊 都特别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婚姻 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那么结婚典礼是人生的一个另外的起跑点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女人都想披上婚纱 然后站在教堂也好 站在这种结婚的典礼的现场也好 去当一把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婚妻子的那个感觉 所以清平我觉得你应该原他这个梦想 在没拜李老师这个学相声之前 应该先把这个婚礼给他 拜师在结婚一块 我收两份份子 这就叫做事 这方清平是真怕麻把我看出来 发一份饭弄两个份 对 发一份饭弄两个份 要我个人意见就早点办了吧 我们这也能喝个喝个喜酒 对对对 随份呢你咋的随多少钱 一会先给我 我问一下包口茶 包老师啊 你结婚的时候应该有办婚礼吧 你嫌麻烦吗 办婚礼的过程 说实话 我还真是嫌麻烦 因为我那会儿办婚礼的时候 都是我自己的 从这个策划一直到最后的婚礼的形成 全是我个人 然后我那个当时那会儿比较胖 然后等结婚婚礼办完了 我瘦了二十斤 一点都不蒙你 瘦了二十斤 但是现在要说啊 就说是觉得挺麻烦 当时没觉得麻烦 现在说麻烦 待会儿这锅了 老婆给我离了 老婆接了八年了 你告诉我麻烦 四里也有话说 来来来 对啊 就你们两个男人 真是的 站在我们小女人的立场上 其实我们要的不一定是多么隆重的一个婚礼 我们要的是这种感觉 我倒是觉得清平 如果你嫌麻烦 然后你可以比如说 做一个现在很流行的水下婚礼 带秋凯去一个海岸 带淹死我了 俩是怎么办 跟他没法沟通了是吗 然后还有啊 比如说你去哪里演出 你带秋凯一起去吗 然后你搭飞机的时候 跟空姐讲好 在空 在飞机上办一个天空婚礼 都可以 谁随份的 他们坐飞机的都随份的吗 他也不认识我呀 讲到这个份子 其实婚礼他有一个过程的 比如说是这么说的 50年代一张床 就是床往一起一变就结婚了 60年代一包糖 哎呀买一包糖 大家分一分我们结婚了 70年代 80年代就不一样了 就三转一响 缝纫机啊 什么手表啊 什么好像收音机 对不对 自行穿收音机 对 现在21世纪了 讲究的是什么呢 个性婚礼 你们这个婚礼啊 咱做一个跨越到 古代去 给他一个浪漫的 温馨的 这种不花钱 又能收份子的婚礼 不就行了吗 对 对 你看现场的观众全都鼓掌 咱是不是也听听观众的意见 来来来 婚礼明天就赶紧办了吧 我们大家都去 大家说好不好 我就说如果说我们真的 那个要办婚礼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请求 我就想请李老师 当我们的那个主持人 李老师说了不主持 从来不主持 但是如果方清平隆重的跟你举行婚礼 我魄力首次主持 谢谢 谢谢李老师 而且一定给你们主持的非常精彩 但主持也得随份子 你不能说你干了活了就不交钱了 说了半天你还没表态呢 究竟怎样 对 你当大伙面 你当大伙面你表个态 我等就什么时候放馆能打折的时候 我们一定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 我们期待着看到你们的婚礼 你放心 那你们要说领证到现在多长时间 有快一年吧 就其实也是在磨合的这么一个阶段 这个生活当中他会照顾你吗 谁做饭呢 平时的话就是因为有时候 我可能是朝九晚五上班嘛 然后他有时候在家的话 他晚上就可能会就把饭做好 有时候我下班的时候 他就给我打一电话 然后说你那个出来了吗 然后我说那个出来了 说那行那我就开那个炒菜了 行 他一般在家里做什么饭 会菜 对 就把所有的菜都放在一起炒 那就叫乱炖呗 对对对对 北京乱炖 这是你最拿手的是吗 因为我原来吃吃工食堂啊 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种各种菜 各一块那种遮罗 他的这些乱炖你爱吃吗 爱吃 这不爱吃也得说爱吃啊 不是不是 这个确实是虽然没有脉象 确实挺好吃 真的 你自己夸自己了 下次也带过来让我们尝一尝 我结婚的时候要不然就乱炖了 那家里的收拾呢 他煮就煮收入屋的肯定是他 我是就是因为当过兵嘛 当过四年兵 所以我就是整理内务这方面 有这种癖好 就你把家里乱来什么 不是不是 我家里收的 就是真的说黑着灯 我能随便找到我的东西放在哪 都特别有规律了 我们家那个屋子就差这个 那个叠那个被子 那个豆腐块 剩下的全部都是按 他在部队里的那种 就是你 你吹哨紧接机盒就能走 我们家 没有 这看不出来啊 这你 你生活当中和你这个表演像是那种 让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表演的时候感觉很凌乱是不是 你表演的时候 记性的东西很多 就是记性现场的有可疑 并不是特别有条理 对 但是生活中 我有点强迫症 我估计 现在就是 那有一点 就一定说 表现在哪里 就这杯子 我喝完了 他每天必须的搁着这地儿 你不信 你要不擦桌子 一个礼拜你看 只有一个杯子印 就比如说要是 要是放在别的地方呢 那我就心里就便宜 睡觉啊 什么都不踏实 要得给他挪着这个地儿 一看 搁中间了 可以了 我就睡觉去了 那这一开始你适应得了这样吗 适应不了 我就觉得 这有点那个 间歇性的那种 强迫症的 有点过了 觉得 各位 觉得很奇怪吧 生活当中还真有这种人 我告诉你啊 我们还有一段视频 大家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看看方清平是怎么石头屋子的 看看他们家里究竟什么样啊 来一起看 现在就是方宅 方清平的豪宅 楼库配处的 这是我们家年龄最大的 我老大 他老二 这个大衣柜 大概也得有 这二十多年 九几年 这电视也二十多年了 好像已经不出影了 叫过人家楼底下 那个收破烂的 我说您看看 我们这屋子 您给多少钱 你还是留着用吧 挺好的 这个就是我每天在那 胡编乱造的地方 二手家居市场 感觉一下 我从九几年 九二 九三年布置着这个家 现在 一直到现在也没换过家具 你为什么不换换呢 没收到份子呢 没钱呢 这确实是家里 你看那个电视 还那么厚的 现在都是说那种薄的 对呀 薄的 液晶啊 花那么些钱 买那么点东西 不合算呢 我觉得 你有没有一个 就是跟他提换换 这咱俩好歹新婚呢 对 说过 因为他就这个房子 其实就是 之前他买过一个大房子 要么我就说他就是不是夸的 他确实很孝顺 之前他买过的房子 就是一个富士的 然后给给了我公公和婆婆住 所以他很孝顺 所以后来我跟他就跟我商量那会儿说 那就咱先凑合在这里 我说没问题 所以我倒觉得 真是好媳妇 对 我们的镜头落在了这个 你的创作空间 对 酋凯结婚这一年的时间当中 你是不是经常看见他 在这个写字台前 创作自己的相声作品 对 然后有时候就是他改编的时候 我会也提一些意见 就比如说可能会觉得 这个包袱不乐了 或者是什么的 你觉得不好玩 不好玩 就这点我们得 我们得提醒一下 我们这个李美健老师 这涂地值得收 看到没有 还能提意见呢 能在创作上面 还能够给出意见 这非常重要吧 对 其实我们很多相声演员的家属 都是我们的第一观众 那么酋凯呢 做的就更出色一些 那么他可能在前期 就把一些意见 能够告诉方京平 这样呢 其实他今天的成就 我看离不开酋凯的帮助 谢谢李老师 那我得问 您媳妇 在您创作的过程当中 也会提意见 也会有意见 也会有意见 而且有的时候 家人的意见 倒非常尖锐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为了他们的意见 甚至进行颠覆型的修改 所以我就说 相声演员的家属 很不容易 那么我觉得小芬 还是应该举办一次婚礼 行 因为今天是帮秋凯圆梦吗 他想学相声 其实相声大家都知道 说学逗唱 这个是必须是 四门功课 对 那唱 我不知道秋凯这个唱功怎样 唱什么 太平歌词 流行歌曲吧 就流行歌曲 也有学的部分吧 没关系 学了 王菲的那个 《但愿人长久》吧 好 来听 好 哎 邦华尔强 因为你是职业的这个音乐制作人嘛 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好不好 呃 刚才我他说相声的时候 我说他节奏感不强 但是从他唱歌来讲 我觉得节奏感还是挺好的 这个你错了 这个我有发言权 真是节奏感还是不错的 而且他刚才他进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伴奏是现场吧 嗯 跟 跟的时候的那个进进入的时候 有一些慢 但是进完之后之后的节奏上 还是都很好 音转也很好 嗯 能得到职业的这种鼓励和肯定啊 来 四名 我觉得唱的比说的好听 哈哈哈哈 哎 刚刚这一段呢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方清平啊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找你去学相声 而找李老师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在你们两个交流过程中 你老是说他 明明是个黄花大龟 你你把他说的像一个小媳妇受气的 这样他肯定是不高兴的 对 所以我支持你找李老师学相声 但是我更建议你多学学唱歌 我觉得唱歌更好 嗯 好 谢谢四名 我觉得可以多细发展嘛 对 来 刘一剑 唱的挺好的 至少这个没有走音 是吧 至少没有走音 呃 其实大家讨论来讨论去 走音是一个演唱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素质 但是现在一些真正的歌手可能连这个基本的素质都没有 但是即将成为著名相声演员的 邱凯能有这样的素质 我们很欣慰 谢谢李老师 好 谢谢李老师 哎 那是不是那个李老师这话意思就已经 是我做徒弟 这没有最后的定论呢 没错 待会儿再揭晓啊 邱凯结婚这一年的时间当中 有没有就是 矛盾啊 或者很难协调 就是 现在是那会儿会有他 因为他喝酒的问题 会有 有矛盾 吵过吗 吵过 就是你怎么去监督他 还是有什么方 其他的方法吗 我就给他的朋友打一圈电话 告诉他们说 我说那个拜托你们别让 就是方金瓶再喝酒啊 对 就是跟他的朋友去说 然后还是特别真诚的告诉他 我说因为他一个是他的身体 再一个就是说 就是不想让他在这种酗酒的这种状态 那现在呢 现在怎么样 现在他经过一年之后 对 他现在真的就是 就是感谢他周围的朋友嘛 然后真是挺不错的 就是现在他已经基本上把酒戒掉了 帮助方清平控制这个酒量 在戒酒的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邱凯和方清平周边的 所有的朋友 也成了好朋友 对不对 对 是的 那有一位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对 也是观众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 让我们掌声有请 傅强 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有请 哎呦 方老师 你好 方老师好 方老师 我头一回看他们俩一块站在这 对 说实话 你不适应是吗 我太不适应了 心里不舒服 而且 不是 邱凯怎么是 这是 干什么来了 今天邱凯是来我们这原梦的 对 你给傅强说说你的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拜李老师 学相声 哇 我没想到你能 想进入我们这个专业圈啊 但是他真有说相言的 那你快 你来举句例子 说一说他怎么有天赋 怎么就幽默了 是啊 方清平一点一点给训过来的 对 对 我们你得 这个 我们这行人也得 熏嘛 是吧 邱凯 原来妹妹其实是挺正经的迷人 原来现在 现在就更正经了 我 邱凯说相声 你就拜了李伟健老师也好 你不拜李伟健老师也好 你都能说相声 他已经有潜质了 真的 为什么呢 我跟你说 他们两 他们小两口最经典的就是忽悠我 怎么忽悠你 通过这一件事能看出邱凯 非常有幽默的潜质 你说 有一天邱凯给我打电话 哎 哥呀 那个 方金平说 你那个打卤面做特别好吃 是吗 哎呀 我当时人嘛 都真好啊 对对对 高兴 是啊妹妹 还行吧 那个 那要不你麻烦你来我们家一趟 你指导我做一下 方金平想吃你做的打卤面 啊 啊我这成成就感油然而生啊开始车就去了到他们家他可说的是我指导他做啊对啊听清楚啊听清楚啊听清楚啊哎到那 哎哎哥来了我说啊我说你来过我怎么知道那哥啊都什么料啊哈哈哈哈料还没有啊哈哈哈我我这当时没反应过我这个妹妹是这样你吃什么星室打鲁吗你得有鸡蛋有星室对啊哥哎 星室一般都哪卖啊哈哈哈秋改啊我那时候还没出来呢我说星室你不管了妹妹我买去我我把星室的鸡蛋面条都给买回来啊第一番我这啊下滴四伯的汗流全买回来了人两口在家又把第二套方案设置好了哈哈哈哈秋改接着问我哥这这星室做做打卤面得先洗吧哈哈哈哈哈哈我心里说这不是废话吗啊那洗吧我就喝 简直言之我把星室洗了切了把鸡蛋弄好了把水做上了哈哈哈哈哈哈这鸡蛋星室面全部都是我一人做的床的碗里倒好了我端着他们俩跟前他来一个哥哎这味道怎么样你吃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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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就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他们俩都吃完了我都没反应过来哎哎哥您做的是好吃哈哈哈合着他们俩拿我当回厨子哈哈哈哈哈哈有有这事吗 而且他们可说的是让我去直打他们对我觉得这事说对不起傅可还说的哈哈哈你说这样的孩子他能没勇吗也不应该让你做那那个什么兇似的对 别炸酱的哈哈哈看了没有他们俩就你呼唱呼水就对对对对对对对至少说明这夫妻两个人那个配合的特别默契这相当默契真的没错没错我觉得很多都是熏的确实被熏出来了对熏出来了一直听傅强在讲嗯那这个秋凯你你觉得就是你你你喜欢方清平跟傅强他们两个人合作 嗯喜欢因为我觉得傅哥那个就很有天赋对对对他一直在家老说傅强比我说的好 没错这个是实话真的是哎我算明白一个道理真的吃人家嘴短哈哈哈哈哈哈你说的太特别了哎哎哎那你最喜欢他俩搭哪段有一段是就是我我跟他也不能说一起改吧反正是有一些东西是是改过的你参与了创作就他告诉我有些个老的包括现在很多观众不理解 我就是跟他说了一下然后就是他也听了我一些意见哎不管怎么说我们来听嘛好不好现在这样咱们今天我们俩好像从来没在别的任何栏目里嗯调过来过头一回让他斗我给他捧怎么样掌声有请好来来来 您是著名的演员啊没名我们大伙都认识你是吗那我谁呀你姓人我对不对 我老师这别那么客气 不姓人 是人 我不是 带我 我不姓人 你爸爸姓人 我 你爸爸才姓人呢 不是我爸不姓人 你姓什么呀 我啊啊我姓傅 你爸爸呢 我爸爸也姓傅这不是废话吗 哥俩都姓傅 什么叫哥俩呀 这么巧 这是父子俩有哥俩的吗 你不是西单女孩吗 我姓人 人什么人什么利吗 你什么人什么利呀 不是改寸头了 我就叫傅强 说相声呢 说相声呢 对 我喜欢听傅强的相声 你喜欢吗你 傅强的这个嘴最好 咬上之后就不松嘴 听见驴叫混才松嘴 去 你也不像话了你啊 就说你的口齿清楚 这么说就差不多了 但是说相声 你也有毛病 我有什么毛病 就是你说相声的时候啊 经常的带出点 北京的土语来 南方的那些观众听着费解 对对方老师啊 我拦您一句 怎么了 你说这个有点绝对 你说那有北京土画啊 地方画 对呀 那都是老演员 上岁的艺术家 他们可能有点不太注意 哦 你呢 像我们这年轻演员没这个 我们年轻演员 嘴里都是标准普通话 不信仰大伙听 从现在开始 只要我们嘴里有这个 你给我们挑出来 行了行了行了 你可以延弃了 你可以换口气了 什么这 你已经说出了这个北京的土画了 哪句啊 你刚才说那些老演员有土画 对呀 然后说什么 我们青年演员没有 你听听 啊 你听这个 我们青年演员没有 这我们就是北京土语 谁说 这你不懂归不懂 怎么 这标准普通话 根本就没有这个字 没这词啊 你说普通话 说我们 这些大伙都能听懂了 对 你这说我们 这谁懂啊 这多亲切啊 亲切什么呀 啊 你看电视里 你看咱这栏目 有说 我们家有明星 啊 你什么时候 这秦天一上来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光临 我们电视台 台杠 那台杠 我可告诉你 怎么了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你不是说像的吗 你才说像的呢 这么恨说像的 我告诉你 我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语言规范 执法 稽查 联合行动大队的 我就没听说有这部门 各位 我今天要告诉你 鉴于你 乱用这北京土语 怎么了 我决定了 干嘛呀 对你 扣12分 罚款2000 吊销你的演出证 半年 你以后不许演出了 给多少钱 你都不能去 甭管怎么说 你罚我2000 他又挣一份的钱 真行 这点方老师 这栏目 您看您来做了 您是嘉宾 现在您这么大艺术家 我别惹你 我不是嘉宾 我告诉你 我蹲点来了 我是联合国 你叫什么单位 因为你也是参与到 这个整个改编的过程中 你觉得今天 他们两个人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表现 这个包袱还可以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 那个现场观众说了算 大家觉得还可以吗 好不好 谢谢 声音里的这个参与创作 还是颇有成效的 那今天秋凯来到节目的梦想呢 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 拜李伟健为师 跟他来学相声 那今天他究竟能不能够 圆自己的这个梦想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倾听 我家明星告白 我今天这个梦想就是想跟李伟健老师学习相声 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老公他也说相声嘛 其实我希望是通过跟李老师学习一些专业的东西来 帮助我老公吧 能给他一些指指导 一些专业性的意见 希望是这样 能就相当于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帮助他 在你做最后决定之前 我还想再问一下 李伟健老师 你收图的条件是什么 其实我收图的条件就是不收女徒弟 李伟健的收图标准就是不收女徒弟 这句话先给秋凯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那么为什么你就非得要拜我呢 之后秋凯不得已说出了要拜师学习的真实目的 李伟健听后能否改变自己的决定 我家有明星 精彩继续 二十分 我家有明星 等你来喝彩 其实我想先问问这个秋凯 在相声界有这么多优秀的相声演员 那么小方的身边也有很多他的好朋友 能力也都很强 那么为什么你就非得要拜我呢 因为首先可能最早我就听过李老师的相声和吴老师一起说的 然后我认为跟我老公也比较像的一点就是都属于创作型的就是演员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说是为什么不找他身边周围的朋友 首先因为他周围的朋友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他就是因为很熟了嘛 如果假如说就是在学相声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比如说我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他可能会碍于面子或者什么好 不好意思对很就直白的告诉我 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李老师长确实很有喜感 跟我老公是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 对 所以我说是想真心的来这里 然后跟李老师来学习相声 我认为每一个家庭都希望有明星 因为有明星才使一个家庭更耀眼 才使一个家庭更有一种成就感 但是有了明星一定会在明星的背后 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我想今天你所拜我的这样一个心情 并不是你真想学相声 我觉得你是把自己降低到一个 为了你老公的进步和发展 你摆在了一个牺牲的位置 所以如果说我收你 能够让你们这个家庭幸福 能够让你们能够携手白头携老 我愿意收你 谢谢李老师 恭喜秋海今天在我家有明星的现场 铁梦 来恭喜恭喜 那今天不一样 还要再加一句祝你们幸福 生活当中我也会吸取老师给我一些意见 然后帮助黄金瓶一起学相声 圆梦成功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过人的才艺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故事足够动人的话 您就有机会登上我家有明星的舞台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168 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好了下周五晚上的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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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